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有个年轻的朋友留言 他说 涛哥 你这节目呢 看了七八年了 他说原来呢 也谈不上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 他说翻墙出来看节目 就是找东西看 看看呢 他说偶然看到你的节目 是Google推荐的 大概是 他说看了节目 他说 还有这么做节目的 跟邻居大哥在那聊天 夏天在那就差一芭蕉算了 呼啦呼啦就在那聊天 他说没听过这么聊节目的 因为人家做这个政论节目都是拿着稿啊 123456的 专家学着 他说没见过你这样 因为风格不同 所以就是 他说听得懂 你说听得懂吧 又不全懂 你说听不懂吧 似乎人反正就聊天 他觉得没有任何障碍 就是彼此之间没障碍 他说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那时候在国内大概上大学 上中学 上大学 他说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说很有趣 国内大概学校让他入党 后来他说他也怪 他说死活我就不入这党 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想想可能跟听你节目有关系 反正就不入 怎么他也不入 那出来工作了呢 遇到很多事情呢 勾勾卡卡的 他说每遇到事情勾勾卡卡的 他说也奇怪了 他跟你讲道理 他就能对他有影响 他说对自己有影响 对他的心理安慰 对他的看事情的态度 特别是遇到麻烦事的时候 他将如何面对的时候 他说对他影响很大 那这么多年走过来 成家没成家 不知道 他没有写出来 他说但是这么多年走过来 觉得自己很成熟 那进而呢 上网上呢 拿了师父的书 他说很遗憾 拿试出看 看过几遍 没看下去 但是呢 就是看了一部分 那他就讲说 这跟国内宣传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所以他就讲这么一份内在东西 他好像还看过神韵 那我怎么看呢 他没说 他说他看过神韵 但是神韵里展现出来的概念让他完全不同 他说从来没想过 哦 舞蹈是这样的 也没想过 哦 中国的文化是这样 他说很有趣 他说因为整个这个过程就像一个邻居大哥聊天 他说聊聊聊聊 他说今天挺感触的 就留这么一段话 那我个人 他里面还提到说 他说其实从你的节目中 无论你的喜怒哀乐 笑骂 其实你在其中 他让我感到一种很真实的善 他说别看你有时候骂街 可能有人 他说可能有人会说觉得你在骂人 他说根本不是 根本不是 他说你内在的那种善和那种真实 没在其他的评论中见过 我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过 政治就是欺骗 什么政治新闻里面再太多的含有个人的贪婪 今天的一切都是满足自己的贪婪 创造出精英的文化 你看嘛 试图的发展就是欺骗之技巧的那种精华的过程 但你如果真从生命上认识的时候 你就坐在那看 想一样吗 你玩吧 你精精吧 你一看你就知道是个糟粕 我跟你讲 再怎么精英的东西 来到了真实的生命面前 狗屁的巫师 啊 狗屁的巫师 还说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现在这外头女孩子一个个长得都漂亮 你让他洗完脸 谁蒙谁啊 对吧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法广引用了英国的金融时报 中共借一带一路从事间谍活动 谁蒙谁啊 对不对 谁不骗谁啊 这就是今天现实生活中 人们站在利益上 国家的角度也好 政党的角度也好 你看到的就是这故事 所以我个人眼睛里就那么回事 金融时报 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关 中国网络间谍的活动再增多 美国网络公司火眼 警告讲 北京利用这些大型基础设施 来搜集企业和国家的情报 来抑制反对意见 而他的目标已经对准了白俄罗斯 马尔代夫 柬埔寨 欧洲国家的外交部和非政府组织 西方媒体在报道相关内容的时候 他跟你讲张三李四 王五合六 胡七猴霸 共产党在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有辉煌的未来 在展现着你无尽的梦想 当有一天你一旦实现的时候 你将成为这世界上伟大的蚂蚁 你说什么东西 这就是共产党的话 外交部发言人这么说 党的领袖这么说 总理这么说 没有一个不这么说的 为什么 这种话没有负责任的 民间也这么说 外头卖菜的也这么说 你就问他 你说这是吗 他不说 所以这就是中共党文化摧毁人之后 在保护自己利益的前提下 出现了 出现了对人的自我生命的一种摧残 报道引用了美国火眼的副总裁乔布斯的话 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些对他们来说 有着重大金钱利益关系的国家 或者正在制定着一些政策 而这些政策会影响未来项目的国家 就这么回事 全是钱 所以当全是钱的时候 里面没城市 只有欺骗 只有欺骗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顾问霍尔曼 除了控制大型项目情报 还会用来收集反对意见 一些持有特定安全及外交后果争论的地方 他说 比如电子商务平台 孔子学院 电信网络 运输业 酒店 金融支付机构 物流业 凡是这些有流动的 凡是能够 你能触及到你个人的 你个人的信用卡 你个人的 你个人的这个身份证 就这么讲吧 因为像物流啊 金融支付啊 对不对 电子支付嘛 电子商务平台 只要跟中共有关 他都可以给你拿走 因为那是党领导一切 他说提到 有一个叫RomingTag的中国网络间谍组织 对准了白俄罗斯 而他正在该国修建最大的工业园区 由中共来修建工业园区 你说里面那些电线装置 所有建筑物里面的基本的装置 和他电控系统 不就跟在苏州跟在上海控制的一样 2017年底 中国间谍组织所独有的恶意软件 攻击了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而欧洲国家的一些外交部被钓鱼了 那CNBC指出 外国政府允许中国科技公司 安装复杂的数据通讯系统 将直接产生地缘政治的影响 他说有一个很大胆的忧虑是 中国公司将安装后门机制 增加中国在一带一路 国家的情报和宣传机构 共产党做事情就是这么做的 偷骗抢拿坑 英国的金融时报刊登了 别让一带一路误入歧途的文章 设想在78个国家来建立一带一路 那还没有哪个项目能在学者 政策制定者与企业家之间 产生如此巨大的争议 其实争议的概念的中心 就是共产党生命品质的问题 文章提到说一带一路 中国到底希望得到什么 他说真正有三个独特的讽刺意味 他是为了解决国内的产能过剩 这是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解 一带一路刚出来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过 他就把习近平要把自己的消费市场 工作市场就是这个生产市场 跟消费市场扩大到海外去 因为那钢铝制品太多了 人员也太多了 得吃饭呢 第二个由中央主管 第三个是争取加强国有企业的实力 有些时候会暴露出他们的局限性 第一个就是最关键 所以一带一路是眼前 中国制造是以后 所以他这是两样东西 现在呢都遭到了 都遭到了人们的封杀 所以文章最后他提到说 一带一路最终成果不取决于中国的财力和政治资本 还取决于外国伙伴的合作 那北京意识到一带一路的热情 可能无法在国外获得回应 原因就是包含着严重的风险 不是什么严重的风险 是共产党鸡贼恶劣的本性 被他要发展的一带一路的国家发现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